你住家裡 住家裡 住家裡 你人家有不開心嗎 我住一家就住家裡 你住家裡 警方問阿嬤住哪裡 反而被嗆 我快一百歲了 雙方集同鴨獎 還質問警方 為什麼要盤查他 調查你家在哪裡 老阿嬤這下才意識到 這邊不是自己家 還怪警方 為什麼把他載到這 讓警方哭笑不得 阿嬤一早八點出門 但沒回家吃午餐 讓家人急忙報案 沒想到原來阿嬤一路走了 七公里 疑似迷路加上體力透支 在別人家門前躺地休息 索性平安無事 這都不是我在家 你為什麼躲在這裡 我都省省不得住 最後警方叫救護車 把人載到派出所 家人接到消息 也把阿嬤接回家 99歲阿嬤疑似記憶力退化 但身體還算硬朗 這回平安回家 讓家人鬆了一口氣 記者黃迅 宋佩晨高雄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彭內 彭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